十大封号武帝之一 绝世虎飞扬在天荡山脉雨后 于十五年后转世重生 化为天水国公子李云霄 开启了一场与当世无数天才相争风的逆天之旅 润翔也是大亥的脸色骤变 刚才他真龙之眼 明明是看到李云霄受伤的 怎么又变成了昭文湛 难道李云霄的幻术 可以骗过自己的真龙之眼 他猛地转过头去 看着一旁的水仙说道 水仙公主 你可曾看清 水仙清冷的脸孔上 也露出了一丝疑惑来 胡怡道 刚才虚空中好像有一只星红的眼眸 狠狠地瞪了我一下 我的目光便被一层无形之力挡住 无法看清其中的真相 润翔吸了一口冷气 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 海黄波家的血脉之中 天生带有极目神通 与他们的真龙之眼一样 可以破除一切虚妄幻术 他的真龙之眼并不完善 毕竟自己实力相比真龙而言相差太多 但水仙的极目神通 可是完完全全地继承下来的 竟然也看不透李云霄的幻术 这怎么可能 润翔苍白着脸色轻轻摇起头来 暗道 不可能 绝无可能 这其中一定有什么关键之处 昭文湛只觉得浑身发冷 衣襟都全被浸湿透了 哪里还敢再出手 慌忙道 云霄大人 在下认输了 多谢大人 手下留情 什么 又 又是李云霄影了 那些舞者 纷纷扼然起来 好像有些不满似的 这丝 不是说自己也是九阶数量师吗 骗子吧 就是啊 李云霄再这么厉害 年纪摆在那 不可能 树双道 都这么变态吧 哼 这其中 一定是有名的 众人都是一副很懂的样子 纷纷点头 北明来风一颗心 拔凉拔凉的 两次空欢喜一场 不仅如此 他对李云霄的实力 越来越感到恐惧了 只觉得 屹立在自己面前的 那个 鲜弱的背影 已经不是高山洋指了 而是 星辰大海了 他猛的一个机灵 从内心的恐惧中 回过神来 脸色比 昭文湛还要苍白 空间 渐渐地扭曲了一下 无数道荧光 从四面八方 汇聚而来 直接凝聚成 李云霄的真身 一脸冰冷 也是苍白 无血色 显然刚才一战 他并不轻松 水仙望着李云霄 突然说道 李 你的瞳孔 刚才怎么 李云霄身躯一阵 同人 骤然一缩 一股极为凌厉的寒气 射了下去 逼试着水仙 将他那句话 声声打断 水仙 浑身颤抖了一下 在那道目光之下 他竟然感受到了 一丝恐惧 内心 伸出无比震撼的情绪来 他身具 波加无上血脉 天生 根本不知道恐惧为何物 这世间也不会有 让他感到恐惧的东西 但在刚才那一刹那 他却是有生以来 第一次 切切实实地 感受到了恐惧 这 这怎么回事 恐惧之后 水仙的心中 荡起了一阵涟漪 陷入了巨大问号之中 一个人 正正地在旁边发呆起来 李云霄 这才收回了 盯着水仙的目光 暗想到 这小女子 果然是继承了 波加的血脉 拥有看穿一切的 真实之眼 天生就是我 月童的克星啊 招文战 见李云霄现身出来 急忙上前来 功身败下 说道 多谢云霄大人不杀之恩 李云霄冷冷地说道 不用谢我 应该谢你自己的不杀之恩 招文战 浑身颤抖了一下 幸好大倒主说 要留下此人 否则的话 自己已经是万劫不复了 整个空间玄气内 一下子沉没了下来 异常的安静 地上则是一片狼藉 到处是血肉惨不忍睹 招文战 很快收拾了一下心情 陪笑道 诸位大人 刚上岛就闹出了不愉快 真是在下失职 还望诸位见料 他毕恭毕敬地请罪起来 态度十分诚恳 众人纷纷客气起来 叫道无妨 毕竟对方是高阶数脸师 对自己这般客气 在天舞大陆上是绝无可能发生的事 李云霄从空中飞落 缓缓地踩在地上 淡然地说道 无妨 这也多亏了你徒弟 我才好顺手把这两个 看不顺眼地收拾掉了 你徒弟还是有功的 众人都是爆出冷汗来 这么明目张胆地说出来 也未免太不把红月城和北明玄公放在眼里了吧 鄂乐池感受到大家打量他的目光 脸上火辣辣的 背后如芒在刺 恨不能有个地洞钻进去 昭文湛也是愣了一下 抹了一把冷汗 不知如何接话 只能善善地笑道 云霄大人 看此地如何 在岛上的一跃就安排在这空间玄器内 还满意吗 他开始岔开话题 介绍起这空间玄器来 每一间屋内都堆满了大量的修炼资源 全是海底捞上来的元金 比元石还要来的珍贵 那些散修舞者都是看得欣喜不已 忍不住开始大批地往自己储物代理庄 昭文湛愕然道 诸位这是 那些散修舞者一个个露出流氓样的表情说道 一个月时间我们用不了这么多 所以打算打包带点回去 昭文湛一愣 哦对对忘了忘了忘了 诸位是来自北明玄公 北明来风急忙摇头道 他们跟我们没关系 虽然同路 却是两批人 两批人 两批人 来风公子 这么说话就太不厚道了吧 就是 咱们一起出生入死的过来 现在不过是拿了几块元金 就变成两批人了 太寒心了 太寒心了 出海之前叫人家小甜甜 现在 叫人家牛夫人 北明来风脸色发炯 特别是看到水仙的目光中也有异样的时候 终于忍不住大吼道 不想死的 都给我闭嘴 他大怒一吼 果然起到了效果 这些散修武者 也只是想拿点钱财而已 谁也不会真正的得罪北明世家 纷纷低头 收取元金 不再吭声 招文战笑道 贵派的强者 果然都很幽默 北明来风 一张脸沉了下去 憋得通红 强调道 说了 是两批人 好了好了 不用解释了 招文战直接打断 转身朝水仙几个人说道 水仙公主 你的身份太过尊贵 我已经替你准备好了最好的房间 还有润祥大人和飞鸣大人也一道去吧 陷空岛毕竟是东海势力 也归东海之主麾下的 润祥的目光望向水仙 眼中露出征求之色 水仙想了一阵 目光则是转而望向了李云霄 指着他道 不 我 我要跟他住一起 哗啦 众人都是炸开了锅 一个个呆若目击 就连那些哄抢元经的舞者 也全部停了下来 张大嘴巴 元经握在手里 也忘记往储物袋里放了 李云霄也是张大嘴巴 脸上爆出冷汗来 北明来风更是脸孔 直接变成了猪肝 双眸中爆发出冲天怒火 死死的盯着李云霄 食指的指甲 直接掐入到肉里 招文战摸了一下额头的冷汗 善善地说道 水仙公主 你这也太奔放了吧 你的身份尊贵 若是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陷空岛担当不起啊 水仙却是脸色依旧平静 冷冷地盯着李云霄说道 你拿了磨砂的本命玄器 不交还给我的话 我就跟定你了 噓 虚惊一场啊 众人猛地松了口气 拍来拍胸脯 继续哄强取元经来了 北明来风呆滞了一下 脸孔这才恢复正常 内心苦笑不已 他骇然地发现 自己已经完全陷入了 对水仙的迷恋之中 这对于一名天才而言 是武道上的极大阻碍 但感情岂是人可以控制的 他也发觉自己正在步入万劫不复 但却守不住步伐了 北明来风眼中露出迷恋之色 目光贪婪地落在水仙身上 欣赏着他的一举一动 一平一笑 他的神态尽数落在北明抗天的眼中 露出了深深的担忧和忧虑之色 李云霄狡邪地笑道 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你要救磨砂 关我什么事 人是润响打伤的 你要去找他 水仙正色道 你别骗我了 这句话我刚才想了很久 是有问题的 打伤磨砂的是润响 但他的本命玄器在你手中 就磨砂 还得是找你 润响一脸的无辜 哭丧着脸说道 水仙公主 你 你这才想通啊 水仙的眼中闪过一丝冷芒 寒声说道 李云霄 不将黑岩山交出来 休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李云霄眼桌子一转 笑道 要拿黑岩山 也可以 不过水仙公主 你要拿一件东西来换 水仙皱眉道 什么东西 我身上带的东西可不多呀 李云霄眯着眼睛笑道 这东西你身上肯定有的 他上下打量的表情 落在大家眼里 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 北明来风更是惊怒道 李云霄 你脑子里想的什么鬼主意 赶紧给我打消 润响也是脸色一寒 喝道 李云霄 你若是提出那等要求 我必然现在就杀你 水仙一脸的迷茫 说道 什么要求 怎么你们好像都知道他的要求 为何我不知道 众人一脸爆汗 没法解释 但都是死死的盯着李云霄 生怕他说出什么大逆不道的话来 李云霄眼中闪过一道金芒 盯着水仙 一字字的说道 简单 就是 你的血 什么 众人一下子脸色大变 如同雷霆轰落 一个个震得七荤八素的 这个要求 比他们预想的那个 还要来的让人震惊 一个个露出极大的恐惧表情 润祥也是惊骇的大声喝道 李云霄 海黄之血 你也敢打主意 这天上地下 再无人 救得了你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